那女儿笑笑,脚下突然打滑,险些摔倒,还好她步伐很稳,继续专心训练 这片比赛场地扑的是墓地板,安全成了问题 爸爸郭斌很心疼,带着布满吐槽道,又硬又滑 注意安全成了比赛的一部分 笑笑此次参加的比赛,是全国少儿锦标赛预赛 比赛地点在海南万宁 为了节省,笑笑一些人从微海到杭州转机 最终花了整整12小时,才到达目的地 王南夫妇没有随行,时刻牵挂着闺女 等笑笑抵达酒店后,郭斌立即给女儿打了电话 她担心闺女饿着了,笑笑表示自己没事 吃了方便面,真是一点都不矫情 在去场馆的路上,王南又打电话 给笑笑进行指导,真是操碎了心 来看看你们明天在哪儿比赛 来看看,到电话以后看看别的对手 不要在里边疯好疯跳 不要浪费这个精力,明白吗 在危海,王南管理的是国平基地 笑笑训练的场馆都是最好的 如今来到万宁,面对目的板肯定不太适应 作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 学会面对各种困难情况是必备的素质 笑笑只有7岁,就开始各种外出参加比赛 也是为了得到充分的断裂,提高应变能力 这正是王南希望看到的